新北市警方21日晚间 侦办毒品案 在有河区的巷弄内 盘查一名心机可疑的男子 男子主动交出一包1.18公克的安非他命 他是自己交付毒品的吗 你都被我盘查之后 是有跟他说过说 男子被逮后声称 我也是警察 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 他是现任保留总队第一警官大队 二线二星的警务员郑介许 外传郑介许是现任总统蔡英文的随护 不过保留总队澄清 郑介许平时在总部待命机董支援 并非专责随护 事发后保留总队依规定将他 计两只搭过并且免职 有台湾渔船在3月3日和4日遭日本水产厅公务船紧追 并以水泡驱赶 外交部在3月5日向日方提出抗议 认为公务船做法过当 逐日代表谢长廷今天出面说明此事 他表示日方有出示照片 以证明我方有越界作业的行为 对于外交部的抗议 日方无法接受 这场僵局该如何化解 谢长廷表示会在之后的会议和协议慢慢解决 51岁男子吕军毅去年8月18日 从军使馆偷走日本军刀 随后传务总统府并持刀砍伤前来阻挡的周姓宪兵 法院审理期间吕军毅变称没有杀人的犯益 当时是砍向周姓宪兵的机枪 没想到会砍伤人 检察官认为吕军毅确实有不确定杀人故意 吃饭杀人未遂 妨害公务 家众窃盗 侵入建筑物 公共场所携带刀谢等罪 具体求刑7年 脸书日前被爆出放任用户个资遭窃 让剑桥分析这间资料分析公司 透过三年前推出的心理测验 非法取得5000万笔脸书用户的个资 近日在另一个主流社群网站推特上 出现删除脸书的热门标签 许多网友纷纷宣告 不会再用脸书了 这样的情况就像是一波脸书逃亡潮 脸书针对用户个资遭窃一事发出声明 表示工作团队已了解到此事的严重性 会搜集所有相关事证并采取行动 最近天气晴朗 阿里山这株百年银花树 开满了粉白的花朵 现在正值2018阿里山银花季 许多双山赏鹰的游客 都在抢牌这株鹰王 而每当这株百年银花树绽放后 阿里山游了群内的1900多棵 极业鹰鹰就会陆续开花 一路到4月初都是最佳赏花期 阿里山银花季还有季节限定的古董蒸汽火车 像一堵蒸汽火车与樱花同框的画面 得把握花季期间上山赏花